在特朗普上台后,由于特朗普的存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美国政界情报界,对俄罗斯口诛笔伐的背后,特朗普却一直拒绝批评俄罗斯。但即便如此,特朗普却对俄罗斯在能源市场上的地位很不少,特别是俄对欧洲的能源出口很妒忌。 不过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0日报道,美国内政部长Ray on Zink已经开始要对俄罗斯能源出口下手。美国内政部长Ray on Zink在28日一次由消费者能源联盟主办的行业盛会上表示,如果需要,美国海军可以封锁俄罗斯,以防止它像在欧洲那样,控制中东的能源供应。 Zink的原话是,美国通过我们强大的海军,有能力确保海上航道开放,同时有能力必要是封锁,以确保俄罗斯的能源无法进入市场。 根据媒体的说法,Zink参加了此次活动,目的是解释为什么水利压裂技术和液延油热潮能够使美国在对抗俄罗斯和伊朗方面占据优势,使美国减少对外国的依赖能量来源。 这位内政部长认为,俄罗斯进入中东的原因,就是为了控制石油天然气贸易,俄罗斯出口极为单一。 Zink说,俄罗斯经济完全依赖于其出售能源的能力,我相信俄罗斯在中东的原因,是他们希望像东南欧腹底一样,掐住中东的能源供应,维持俄罗斯在石油上定价权。 在回答有关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问题时,Zink认为有两种方式。 第一就是刚才的海上军事封锁方式,第二就是经济方式,就是生产更多的石油而料,把俄罗斯空台的石油价格砸下去。 美国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美国已经世界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特朗普政府反对新俄罗斯旨在向其他国家提供石油和天然气的项目,例如Nordstream二天然气管道。 特朗普多次敦促美国欧洲盟国暂停建设Nordstream二管道,该管道将绕过乌克兰,穿越波罗比海到达德国的枢纽,正在寻求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供应的华盛顿。 华盛顿一再表示反对该项目,声称这是俄罗斯用来对欧盟施加压力的政治控制手段,华盛顿已经多次尝试阻止该项目的实施,甚至在其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中,纳入了抵制Nordstream二管道建设的条款。 美国内政部长Reion Zink的言论,是近几年最显著的美国,向俄罗斯实施军事威胁的言论,单纯从海军实力对比上看,美国海军的确具备封锁俄罗斯海上交通线的能力,而俄海军在冷战后缩水极为严重,但是俄罗斯能源出口很大部分,是通过陆地管道,因此海上封锁未必具有多大效果。 而且俄罗斯是装备各种中远程打击武器的世界级军事大国,如果美国海军封锁俄罗斯,那么等待美军及其盟,国的,将是劈天盖地的导弹,甚至核弹头,因此有网友们Rowan在看到Reion Zink言论后,说到这真的是在找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